韋哥,昨天拍檔說我不碰 為什麼? 他說我一尾對著他的臉射,然後射完就不碰 嘿呀,你不斷衝,不斷射別人的臉 之後武力也很正常 有沒有辦法搞他? 我知道這方面,韋哥你是專家 嘿呀,這些舊事就不要提了 不如這樣,你試試第二個方法 因為你現在一尾進攻是不行的 我們要以猶濟光 介紹你這套衝槍套裝 嘩,這套東西好帥,韋哥你是可以的 嘿呀,小事吧,試試吧 Jiaman 今天的Monster World Iceborne跟大家介紹衝槍套裝 在Iceborne裡面,衝槍套裝暫時只有一套 因為Iceborne更新了,我們會有砲術Lv.5 所以我們玩衝槍的話,會圍繞著砲術來製造 但經過一番研究之後 我發現所有的攻擊系技能 例如一些建設、攻擊、弱點特效等 和輸出有關的技能 全部對於砲術來說是無效的 即是不會有攻擊力的提升 熊山龍的頭、身和腰全部都是Alpha 然後降龍手、降龍腳 這兩個都是Beta 這套東西主要就是打迴避性能流的草氣炮 如果大家玩不習慣迴避性能 也可以轉成防禦流的草氣炮 打法畫面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就是我們只會用草氣炮 有機會我們就可以用龍擊炮 由於現在我們有砲術Lv.5之後 龍擊炮的冷卻時間會少了70% 所以魔物子有些大破綻 但我們也可以在結尾的時候用龍擊炮 一場下來用4-5下都沒問題 而配置方面我就在畫面展示給大家看 這套裝的重點技能就是 炮術、迴避性能、集中、迴避距離、投射器填裝數up 和炮彈填裝數up 其餘的技能大家可以當作附送就可以了 有弟子問到為什麼我們需要集中這個技能 現在就試一試 我們攻擊一下 充能炮 然後我們看有集中之後的速度 你看到明顯快了很多 這就是我們為什麼要放集中的原因 多一顆子彈這個沒有問題 大家都明白為什麼 然後另外一個常見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要用這個投石器填裝數up 就是因為我們玩這個充能炮 主要就是玩這個起爆龍礦炮 你撿了地下這些石頭 按L2再加三個型圓形 將它填裝下去 然後我們用兩下炮之後 就可以發動這個起爆龍礦炮的彈頭 最好就是把它插在魔物的底部 讓你容易一些可以命中這個起爆龍礦炮 而填裝數up 就會令到我們這個起爆龍礦炮的時間會久很多 然後我們對這顆彈做輸出 有回避距離 在每一個炮之間我們可以用step 去避走魔物的攻擊 但是有回避距離 可能有些平時避不到的招式 都可以藉著這一招避開它 除此之外 大家也可以用這一招去快速買魔物身 因為我們用一些動作之後 如果防禦的話 其實有一個小小的硬直 但是回避就不同了 回避是立即 cancel 所以對魔物比較熟悉的玩家 我絕對推薦是用回避流的充能炮 武器就好鎖定是這一把 放射型Lv.6的銀火龍衝槍 原因就是我們攻擊力 只是看砲術的等級 由於充能炮目前最厲害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玩放射型 要留意的就是我們如果斬射到黃斬的話 我們的砲術的傷害是會降低的 這套裝打多人連線的時候 尤其可以發揮到它的實力出來 由於我們要玩多人的時候 有人可以引開一隻怪的注意力 我們變成很輕鬆可以在一些安全的位置 對於這個龍礦砲造輸出 你會見到我們比起一般的大劍 太刀的攻擊距離更加之長 所以生存能力上面就會厲害很多 你會見到很安全的 有多安全詳細可以看我這幾集的直播 這個真的要用下去才知道 我不玩都不覺得這個原來是這麼厲害的 這麼安全的 因為本身它的攻擊距離長之餘 我們還有一個迴避性能拉開距離 也有拉近距離的招式 所以基本上這個機動性問題上 就完美解決了 最重要就是你打到魔物殘血的時候 回去睡覺 然後你放些炸彈和用龍擊砲打死它 是非常非常爽快的 好了 我們今集的影片到此為止 大家喜歡記得按個like 和share給朋友一起看 還沒加上門下的地址朋友 有這樣的訂閱就是訂閱的頻道 還有鈴鐺接收直播和出片的通知 我們下集再見 失敗